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本集看點 魚人島100%預言家,魯夫會毀滅魚人島 兇手竟然是戴棚假冒魯夫 破200佔5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本影片會盤點所有魯夫毀滅魚人島的方式 看完留言我會找一個最有趣的字體 之前我以前有埋下一個巨大伏筆 那就是魚人島有一個100%的預言家 這個預言家非常的厲害 那人就是夏立,他有名的預言友 魚人公主誕生的時間也預言了大海賊時代的到來 還有頂上戰爭的發生和白屋子的死亡 基本上他的預言是海賊王超級BUG的存在 可以說他的預言全部都是百發百中 但就在100%的預言中還有一條還沒實現 如果這條實現將會是海賊王的大事件 魯夫在來到魚人島後夏立也預言了一次 他預言完後說了,快把他找出來戴草帽的海賊小子 把他從這個國家趕出去,他會毀滅魚人島 漫畫版看上去是一片火海 而動畫更是直接播出火海的景象 所以感覺不像是小型的破壞 而是大規模的破壞 意思就是真的毀滅的定義 這件事情絕對是必然發生的 但是要怎麼發生呢? 這就是今天的重點 之前有盤點過幾個方式 但今天加入幾個論點全盤點 魯夫為什麼會毀滅魚人島? 先拿一個新的論點 當時魯夫在對抗黃原的時候沒力 這時有人送食物給他 然後還把他帶走 這件事情吳老星都沒有發現是誰做的 是誰給魯夫食物 然後救走他 目前還沒有公佈是誰做的 但是目前只有兩個人選比較有機會 第一就是卡里布爾 卡里布一直都在島上 而他的動機和能力都支持他那麼做 他的能力是可以與地面融合 當然可以做到偷偷來的事情 然後他也想離開彈頭島 草帽團當時在彈頭島放走了他 但他也表明了這是海軍的島嶼 現在離開可能會被抓 他就會一直處於危險的狀態 所以他幫助魯夫是有理由的 第二就是放奧卡了 放奧卡他的動機與能力也都支持他那麼做 他的能力比卡里布更有舒服力 畢竟瞬移才是不被發現的最好方式 而動機就是碰到土星 畢竟魯夫與土星正在激戰中 讓土星落入下風才能更好碰到土星 事實上就是土星被魯夫打飛後 他們才碰到土星的 動機不只有這個 還有碰到魯夫 因為如果救下魯夫的話 那麼就意味著戴朋會碰到魯夫 畢竟他們都是一起行動的 有了這個動機後 我們回到魚人島的分析 意思是黑團會用著魯夫的臉毀滅魚人島嗎 他們有什麼動機毀滅魚人島嗎 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連結在一起的 當時卡里布與戴朋他們說了 我要告訴黑鬍子重大消息 而這消息到底是什麼呢 在劇情前面就有表明了 卡里布與魯夫一起旅行 就知道了兩件大事 第一是海王 第二是冥王 卡里布這條路線 基本上一定會讓黑鬍子得逞 畢竟在伏筆埋了超級久的 如果黑鬍子最終沒有得到 冥王或海王的話 那真的不知道這個伏筆要幹嘛 除非你說 黑鬍子在搶奪這兩個的路上 可能得不到古代兵器 但會開創另一條路線 那還可以理解 所以黑鬍子高機率會獲得 海王冥王應該是沒毛病的 也就是黑團毀滅魚人島的動機 就是為了海王嗎 這是非常能想像的 畢竟是一個非常連結的劇情 因為卡里布和舊魯夫這件事情 是剛好在彈頭島短短幾話內發生的事情 好動機與可能都有了 我們再來分析實際的情況 黑鬍子會為了海王先翻魚人島嗎 這是可以想像的 畢竟黑鬍子的人設就是 只要遇到他想要的東西 不擇手段也會得到人設 當時在齒骨王國 黑團就那麼做了 他們對齒骨王國進行大量的破壞 但具體想要什麼 還是個伏筆 之前有提到過一點 有機會再跟大家討論 而白星現在就在魚人島內 如果要把白星逼出來 毀滅魚人島當然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但有一個疑問就是 為什麼毀滅魚人島 預言只看到戴鵬一人呢 照理來說 戴鵬不具備這種毀滅能力 當然你可以說預言只是預言部分 意思就是可能沒有看到其他黑團成員 那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只有戴鵬變成魯夫一人了 第一 戴鵬變成魯夫 毀滅魚人島 這個論點看上去有點道理 但是真的想不透為什麼要嫁禍給魯夫 畢竟黑團本來就是非常邪惡的 沒道理嫁禍給別人 所以這個論點我覺得有可能 但機率不高 再來就是大家最認同的一種結局 那就是魯夫最後會毀滅紅土大陸 來實現四海河而為一 這種結局是很可以想像的 因為海賊王一直都是自由為民 紅土大陸一直都是海賊王世界的枷鎖 這樣也可以成功實現相極式的夢想 四面海域的魚全部合在一起 所以如果這個結局的話 魚人島確實會滅亡 因為魚人島就在紅土大陸的正下方 如果毀滅了 魚人島確實就不存在了 這也不會傷害到人魚們 因為只要他們提前撤離好就好 這也符合魯夫的作風 而這件事情確實也對魚人島是件好事情 擴張領土之類的 那到底要如何毀滅紅土大陸呢 畢竟這是個超級巨大東西 一般人是無法毀滅的 但是海賊王剛好就有古代兵器這種東西 不管是天王或者是冥王 都很有可能具備毀滅紅土大陸的能力 你可能會說 欸?冥王不是會被黑五子拿走嗎? 確實如此 但還有一個伏筆還沒實現 那就是佛隆基已經把冥王的製作手法記在腦中了 也就是如果可以 佛隆基隨時都可以製造出冥王出來 但可能缺一些能量材料之類的 或是奪走黑五子那燒也可以 而這點剛好也與魯夫的夢想可能有呼應 魯夫曾經說他的夢想 而聽到他夢想的人 都是非常驚訝的並取笑他 而羅傑也有相同的夢想 他被嘲笑夢想是小朋友會想到的事情 所以夢想是小朋友天真無邪的想法 之前有盤點過幾個 打碎紅土大陸讓島嶼連結 或者是去到月球 或者是全世界同時開場宴會 如果是讓島嶼連結的話 那麼可能就是毀滅紅土大陸 第二毀滅紅土大陸 這意思就是 魚人島只是被波及到而已 事實上是為他們好的 這個話題也可以延伸 那就是毀滅聖帝瑪莉喬亞 畢竟聖帝瑪莉喬亞就在魚人島的上方 如果毀滅聖帝的話 是否也會波及到魚人島呢? 這是可以想像的 但大家要知道的是 這些情況都是為了魚人島好 才會有毀滅的這個動作 畢竟英姆就是想要海王 英姆就住在聖帝 而英姆也是海賊王最大BOSS 老家被先方也是可以想像的 第三毀滅聖帝瑪莉喬亞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成 都是為了世界好 同時也為了魚人島好 所以才會有毀滅的這個動作 再來就是魯夫會在這裡對上黑團 畢竟黑團與草帽團高機率是必須對戰的 如果黑團真的想要白星 而草帽團剛好也在這裡的話 那麼雙方對戰絕對是一觸即發 如果雙方開戰 那麼魚人島絕對也是會遭受到巨大波及 畢竟黑屋子的能力具備吞噬島嶼的能力 第四黑團BS草帽團 但這可能性比較低一點 畢竟雙方有更好的開戰地點 不一定要在這裡開戰 總結一下 我覺得黑團一定會得到古代兵器 至少冥王是非常高機率的 畢竟也符合他的氣質 史上最兇惡的戰艦配上史上最兇惡的人物 如果再給他得到海王的話 那麼就很有可能會成王 因為只差一個天王了 這也符合他們的目標成為世界之王 現在世界之王是伊姆大人 他的目標就是取代伊姆大人 這可以說是非常有趣的劇情 畢竟這麼一來 黑屋子在我們的視角就會變成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概念 或許我們可以看到 黑屋子幫助魯夫對抗伊姆的畫面 畢竟大家都是第一隻一組 我自己覺得黑屋子洗白是必然的 不然他這個第一隻一組就沒有太大意義了 但洗得多白就不好說了 就要看他最後表現 大家覺得魯夫為什麼會毀滅魚人島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會找一個最有趣的置頂 如果大家喜歡以上分析請點個喜歡留言 這樣才會讓YTB在演算法讓更多人看到 感謝 也歡迎加入我的D7號在這裡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bye